美国之音直播中断 内部发生激烈争执 并非白宫下令 明镜邮报特约记者华三顿报道 美国之音19日专访剧商郭文贵的直播节目突然中断 纽约时报的报道和美国之音的声明均未能解除外界的疑惑 根据明镜邮报得到的消息 这起事件是在中共多个部门的压力之下 美国之音高层有人强令中断直播节目 而不是之前所传美国白宫或国务院干预所致 新闻观察家对明镜邮报指出 美国之音节目中断事件 是美国之音成立75年来最大的丑闻 不仅仅显示中国政府对美国具有强大的操控力 而且暴露了美国之音内部运作诸多不可理喻的问题 直播节目停播事件发生在4月19日上午 美东时间10点19分 当时直播节目进行了80分钟 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小夏对当时正在主持节目的东方说 停止直播 直播节目停止后 美国之音要求录制采访 遭到郭文贵断然拒绝 因为美国之音承诺和公布的军事直播节目三个小时 过去几天来 中国官方通过各种力量给美国之音施加压力 先是中国外交部官员约谈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社长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约谈了美国之音官员 但是美国之音仍然坚持进行专访 然而美国之音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龚小夏顶住压力 率领一个六人团队前往纽约 但是节目之前 美国之音远东部主任助理张晶 以及几位高层 要求直播只能一小时 而且要求在节目中不断重复免责声明 龚小夏和他领导的探访团队 和在华盛顿总部的编辑监制人员 坚持要依计计划直播三小时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电话争吵 根据明镜邮报获悉的消息 19日上午9点30分左右 人在非洲的美国之音台长发来电邮 赞扬了直播团队的工作 然而这个时候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 在现场监看节目的张晶 要求在一个小时直播之后改为录制 两位负责节目的资深编辑 李肃保身拒绝执行命令 保身说除非你派两个保安将我架走 张晶给龚小夏再次施压 最后龚小夏对东方下达了停播的命令 明镜邮报获得了这份电邮 原文为英文 明镜亦为中文如下 在我们电话会议时 你告诉克鲁、Sandy和我 你只进行一个小时的采访直播 另外两个小时则不通过社交媒体直播 现在你的直播时间已经到了 你还在继续通过社交媒体直播 这是对我们互信的背叛 如果我们是一个专业媒体机构 我们不能这样做 请你立即终止采访直播 新闻观察家对明镜邮报说 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直播中断事件 不但使美国之音几十年建立的声望 遭到极大质疑 也让观众直接目睹了美国新闻自由 遭到践踏 对美国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个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 美国政府是否展开调查 美国国会是否举行听证 明镜将会继续追踪报道 分析人士对明镜邮报说 郭文贵此次在美国之音受访节目 对中国最高层关系 对中共十九大 对习近平的反腐败行动 都造成了巨大冲击 尤其是使王岐山的角色变成极为敏感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真的非常对不起 因为某种原因的 我们的直播必须停止 向大家表示深深的道歉 我们将来美国之音 还一如既往的 会为大家带来客观公正的新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